接下来在这个画面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 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叫做数据清理 什么叫数据清理 其实我先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介绍数据清理 所以干脆我直接把就是下载下来的资料 自己算出统计日期 好所以这个统计日期是我自己算自己去加上去的 好当然了 当然要看时间够不够 我可以秀我是怎么做这件事 也就是原子资料已经被我修改 增加了一个栏叫做统计日期 因为请问一下 这个统计期 你觉得他会把它视为是民国103年的3月吗 他怎么样会把这个103003改成民国103年的3月 也不可能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透过写程式的方式 好来去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暂时先不教 好所以我们暂时就没有动他 因为他这边看起来他就当作是10303 我就直接把它视为 请问你觉得这应该把它视为是像编号 对不对 对 编号 所以既然是编号 那我们编号的一个数据类型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文字 我再强调讲一次 因为我把这一个统计期里面的数字 视为是一个叫做编号的性质 既然他是编号的性质 我就应该把它视为是文字类型 可是他这边是不是放成数字 这是不对的 我必须要把它修改变成字串 好怎么改 就是点这个警字号 然后再点字串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数据清零 举例来说 因为我把它视为是一个编号 各位懂 像例如说 像学号 产品编号 他都是文字 那你就会问说 为什么这些都是文字不是数字 那我们为什么又要用数字呢 首先 有没有同学这样问我 最好是要有 反正我都希望讲这些道理 让你都听懂 你这样子 你才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学习才是对的 因为最终的目的 你是要去修改 你是要应用你自己的数据 首先 例如说 你就把这边想象成是 产品编号也好 把这个地方想象成是一个 像学生的话 就是学号 通常我们不会把这个学号去做加减乘除运算 举例来说 学号33号加上学号18号 请问这加出来 你根本就不能加 对不对 没有人在做学号的加减乘除 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那你就会说 那为什么我要用 为什么我要用 就是数字 因为数字当作是一个区分资料 笔数的一个最佳 最佳的方法 最应该说简单的方法 这是我的理解了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你今天 你那个学号的话 你用一个很复杂 你不用数字 你有没有办法用到很简单 来区分 区分 例如说 1号 2号 3号 每一位小朋友 每一位学生 很难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还是用数字 还是用数字来去代替 可是这个数字 是不能做加减乘除的 所以这里一定要请您 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文字 这边统计期 例如说 统计103年第3季 对不对 它只能代表这样子有意义 我们就把它这个视为是编号 好 在接下来 这样子有衣卖 clear 我再一下